那同時那馬斯克現在也出來了 那你想聯邦我看到2024年 美國的政治聯邦預算支出有6點幾萬億 馬斯克一下來就要說 如果我成立這個委員會 我就要給他減少2萬億 這個2萬億從哪裡省啊 您覺得這個委員會來了 又會掀起什麼樣的一陣腥風雪雨啊 這個我看聽到最近很多大陸的朋友 台灣的朋友在評論這個 評論那個川普政府 我覺得評論的角度 跟我所理解的美國不太一樣 我先說我理解的美國 這個特朗普現在大權獨攬 他這個要整肅這些人 這些人是沒有反抗的力量 不管說有人擔憂什麼Antifog 那些都不是問題 那不是問題 因為就這些人來講 就開箱擊斃就好了 那需要上什麼問題 還有說所謂的這個 有關於這個 非法移民的問題 對這些人也沒有問題啊 對川普這些人一點問題都沒有 1000萬的怎麼樣 因為非法移民只有兩種人 第一種人叫拉丁裔的 在美國很容易辨識 各種人叫亞洲人 這個特別是 這個什麼 越南東南亞 中國韓國 這個非法移民不少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地方 他們處理起來並不難 並不難啊 沒有大家想像中什麼 會怎麼樣 再來他要重新調整 消滅這些進步派的 他會用一大堆司法 從上從這個希拉蕾 下到這個 培洛西亞 他有公開講過 你們用這種編造的故事 要來陷害我 我一定用十倍來回敬你們 所以這個民主黨會陷入啊 一群抽雲殘雨的這個狀況 那你說啊美國會內亂不會的 美國不會內亂的啊 美國那個體制啊 不是我們大家想像中的 還有人說這個 提到說馬斯克會跟川普 川普跟馬斯克鬧翻了 因為馬斯克會奪走川普的光彩啊等等 不會 絕對不會 我跟你打包票 你們太不了解美國政治人物腦筋在想什麼 跟我們東方人不太一樣 我們東方人啊 像馬英九很機會 旁邊有比他亮的人啊 有才幹比他高的人 這不是川普的思想 也不是美國的文化 美國的文化是 我當總統反正你也奈何不了我 你也不會挑戰到我 你也沒有任何方式 馬斯克沒有任何方式可以取代特朗普啊 所以對特朗普來講 他的職位是高度安全的啊 不像很多國家裡面啊 我當首相啊 比如說日本首相 旁邊虎視擔擔 一堆人要取而代之啊 那中國傳統裡面 連皇帝都不太安穩啊 那美國沒這個問題 美國沒這個問題 一點問題就沒有 所以美國會用很多的 比自己光彩 而且你職位有很安全的人 會講說會把人用的乖乖的 比如說舉個例子 歐巴馬用希拉蕾 你看希拉蕾還不是乖乖的 對不對 這個 只有那個 他認為頂撞的是有啦 但是川普最大的問題 是他不喜歡人家頂撞他 頂撞就會被開除 這個人 那就不在乎你 美國的體制 剛好跟中國的文化不太一樣 這個 所以如果是判斷馬斯克 跟特朗普會分手 那不會的啦 因為特朗普很清楚 兩年後美國就要其中選舉 其中選舉他就要有一個大咖的 像馬斯克 這個很重要啊 對 然後接著 還要有人幫他扶持他的小王子 J defense 對啊 所以也都需要這種人啊 對 特朗普之前很清楚 有人講說他會找盧比歐當接班人 不會的 他利用盧比歐去拉攏拉丁裔的一個美國選民啊 但是他不會找盧比歐來接班 他的接班人就是J defense 純種白人 這種白人至上主義者 你別挑釁他 你別挑戰他 這個沒得談的啦 沒得談的 這個對特朗普的立場就是這樣的 而且他希望J defense能夠接著他 再幹8年 把他所謂的政敵全部消滅 當然這個他不能做得到 這個 所以我就是我的判斷跟很多人 我們這兩天大陸跟台灣的朋友講的不一樣 有人當美國的立場保證不會 我跟你講 保證不會 美國那個體制我稱作為超穩定體制 所以 對是個超穩定的體制 這一點我們不能否認 這個 這個他的結構很特殊 他會衰落 但是不會政變 這個你放心 這個不會有薄熙來這種人物出現 你放心 不會有周永康放心 絕對不會 那你說哎呀 美國總統會不會被暗殺 我跟你講 美國總統被暗殺 沒什麼了不起的事啊 對不對 這個 在美國是常識啊 暗殺個總統 比其他國家輕便很多 因為美國總統經常需要曝光嘛 對 可是要暗殺他的人 心裡面會很恐懼 為什麼 他得不到他所要的政治效果 暗殺特朗普會換上來一個更可怕的J defense 我跟各位講J defense絕對比特朗普更可怕 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民主黨對進步派的人一定是趕盡殺絕的 你看他在競選講的那些話對不對 你就知道這個人齁 是屬於那種 差一點就把聖經拿起來 叫所有的每個跪下一面的人 對福音太累了 所以你殺特朗普 這個還算是一個放蕩子 然後換上一個J defense 你不是更嚇死了 所以不用想太多 那好啦 你就把J defense做掉了好不好 上來的那個 共和黨議院的議長 那個不是更麻煩 所以特朗普找一個比一個保守的 你卡在這位置上面啊 讓這個民主黨不要怎麼辦 對 也要暗殺他的人不知道怎麼辦 究竟是要把你做掉 還要不要把你做掉 對 所以博士我覺得從另外一派分析 因為大家都會從人性的角度分析 不希望身邊出現一個光環超過自己的人 不希望別人說是因為你我才當選的 但是美國的土壤養不出我們所謂的這種 不會不會 因為跟美國文化 就是不了解美國文化才會有這種判斷 我不知道我特別了解 因為我跟他們混了七八年 我當然知道他們腦筋想什麼東西啊 因為美國的制度保證保障了當權者 權力不會動搖 像拜登那麼又老又又笨的人 都還可以繼續連任啊 就是他們美國的政治體制 就這個德性啊 所以沒有人能夠挑戰 他就有高度安全感 所以他就會用他 比他光環還高的人 對他來講不成問題啊 那只是民主黨是已經走入一個很奇怪的衰弱狀況 就是他們自己搞進步價值 就弄個老半天喔 無人可用 以現在美國氣氛轉向保守的 比如說原來民主黨的這個 加州州長Newson 是可以一用的人才 可是問題是 他的他的私人的這個生活的方式 在現在美國社會已經不被接受了 還有他的進步思想已經碰到牆壁了 然後他找什麼哪一個 明星跟州哪一個女州長啊 在現在的美國的這個保守文化的摧襲底下 大概民主黨會未來會面對一尊很艱快的一個時期啊 對不起啊我這個分析很能學啊 可是說不定會被我百分之百說中 那至於馬斯克說 在美國聯邦政府裡面腥豐血儀啊 這個不難啊對他來講不難 因為他會覺得說 我做一個特別火箭這麼便宜 為什麼你納莎那麼貴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啊 對啊 全世界做火箭比馬斯克便宜 你大概只剩下中國大陸其他都貴得要命啊 對啊 好 我們不管他們的事啊 這個就祝福川普啊 盡量鬧事沒關係啊 祝福盡量鬧事 這什麼祝福